传统做豆腐耗食又费力 为了满足食客们对家常美味的需求 食牌人发挥聪明才智 创造了诸多密密的武器 今天就比较幸福了 终于可以不用这个食墨 人力来墨这个豆腐了 咱们这个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这个我们用了有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这个就是水饰嘛 快一点嘛 它这个是豆渣和豆浆分离的 咱们来看看啊 它是这边豆渣直接就出了 这边就出豆浆 对 你看这个豆渣特别地干 分离出的豆浆 也有对付它的专属利器 来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 外面烧蒸汽 里面除去就可以煮豆浆了 就用这个 哎呦呦 这么热 这么热 好烫手呀 我现在拿的这个管子 它大概有一米多一点长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有三十六个口 对 这个孔就是专门出 出气的 哇 哦 利用热蒸气代替火煮 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 豆浆在蒸汽中沸腾 直到泡沫散尽 一国豆浆脱胎换骨 白景鲜亮 豆香四溢 黄叔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这豆渣呀 放豆渣以后 把那个豆浆里面的细渣 全部粘到这里面 这摇姜的时候就好摇一点 哦 就有点过滤的感觉 过滤 就是过滤 这个过滤的是棉布 棉布过滤 豆渣和棉布组成了上好的过滤网 在黄叔的心中 最好的豆腐 每一步都需要最严格的处理 唯有用心方能暖心 现在豆浆已经全部都摇出来了 热腾腾的 叔叔接下来的一步是 这用石膏点卤 咱们这儿是用石膏来点卤 对 我们用的都是石膏 比如说我们一斤黄的用了多少 我这都是用秤秤的 点卤呢 首先就是要 让它底下的换起来 底下的豆浆 换起来以后 它才能成形 这一步是能不能成豆腐的关键 是吧 对对对 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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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粥一样了现在 没过多久 点好的豆浆已经蜕变为豆腐脑 纱布平铺在模具上 豆腐脑均匀摊入 用勺子把大块的碾碎 豆腐的进化之路即将完成 大家都知道做豆腐呢 是都要压的 那我们压豆腐呢 有的用几块大石头 对 反正不管怎么压 这压豆腐呢 要压好长时间的对吧 它那个压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这几分钟就可以压好了 压豆腐也能自动化 对 最早的时候像我们 八几年或九几年做豆腐 都是用石头 这两年的话 开始用这个气炸 你放这个它就很干净 压制过后 豆腐制作完成 不过黄叔却说 石牌的每一家豆腐房 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他家的工坊里 豆腐即将会变身成为 另一种特色美味 你猜这个小手帕 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里那可是成千上万的 黄叔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是包豆干的 这豆腐这么小 为什么还要包呢 他用这个手帕包上的话 压出来的豆干的话 它是四十方方的 因为筋豆口感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先上 后下 对对对 滚的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 一定要滚一下 这个非常关键 哦 在工人的巧手下 每一块浮起 都被包进了纱布中 再次用千斤顶挤压出水分 豆腐块俨然成为一个个紧实的 小白胖子 白嫩秀人 大家看这个就是黄叔他们做的豆干 这就基本上成型了 那也就是说进入到最后一步骤了 再最后一步 先换调料 把它就多换一点 这是花椒 大红桃的花椒 大红桃 各色香料入锅 豆干紧随其后 在一锅卤水的浸润下 豆干开始重新吸入汁水 越煮越浓 越熬越香 一般卤的豆干都是有颜色的呀 你这个怎么还是透明的呢 这个我先放了豆干 放了香料 马上就放这个 用薄糖炒的那个金酱 把这个颜色放到里面 等一会豆干出来就变成了 就有点像老抽的颜色是吧 对 所谓用薄糖炒的就是叫糖水嘛 特制的糖闪入锅 豆干在锅中打几个滚 便披上了红亮诱人的外衣 卤制好的豆干质地柔嫩 卤味浓重 这才真的是让人魂牵梦绕的 年的味道